曲名字幕志愿者 杨树 混音阻止 曲名字幕志愿者 杨树 彧彩 编次 Flow 杨树 的离开 我在 某年某月 醒过来 我想 我的 我期待 未来 却不能一次 安排 阴天傍晚 车窗外 未来 有一个人 在等待 想左 想右 向前看 爱要 怪几个万 才回来 我遇见 谁会有 怎样的对白 我遇见 人海 在多远的未来 我听见 风 乃至地铁和人海 我排着 对那最爱的 号码牌 好 宣言之的预见 今天要讲一个 是伴奏玩 我会用了 这个 食音 在我们自学套装的 第22货 买了的朋友 可以留意一下 这首歌 我觉得是比较 正气的一首歌 怎样我会说正气呢 因为 在整个 編排的过程当中 我是很少用到 风阔和言 亦都觉得 不需要用 不用才好 我觉得是 整首歌 如果你问我 真的用了风阔和言 比较多的是 E minor 凡是E minor 我用了E minor 7 以外 我是很少会用 风阔和言 OK 另外 在我们的自学群组 今星期会更新一个 独奏版 留意 可以购买了的人 好 先讲一个 intro 先讲一下 那我就写完英文字给你了 就没得说不懂 看了 一句一句 开始是很容易的 这首歌也是玩独奏 初学玩是一流的 因为 拍子相当之简单 一开波我玩了一个G chord 那我就玩了一个153 如果你不能触摸到153 玩151 都没所谓 一样的 声音 153 就会更好听 E minor 我玩了一个 151 23 3 第三个 是5 第五奖 Z 操控 這樣就豐富一點,因為多了一個三音 那個major minor的感覺會突出一點 那又聽一下151了 這樣就單調一點 OK,好,然後去到下一句 如果玩單音的話,這句是不難玩的 單音是不難玩的 我彈得難是因為我把每一個音都變成一個chord 比如B 然後E E 然後E minor D Let's see 當然也是這樣才好聽 所以如果你是差的話,就換一個音 Sorry 當然 這樣也可以 那你厲害一點就加一個chord 然後按下去 那就一個intro 因人而異了 你可以玩153 又可以玩151 好,然後去到唱歌的部分 我就差不多都是玩了食音 你看到這些chord 是真的幾標準的chord 譬如一個g chord 左手玩151或者11 然後我就玩了dgb 這個 這個是一個g chord 本身有音 聽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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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天 天 為了 為了離開 這首歌 這首歌的編法 我今次玩了比較多的broken chord 這首歌的速度是適合 所以我就會這樣彈 聽見 冬天 的離開 即是我今次會多玩了左手的broken chord 可以151 OK 然後 我在 GCE 某年某月 醒過來 OK 當然 如果你覺得這樣玩複雜的 你是可以做回151 然後4拍的 譬如 聽見 冬天 的離開 我在某年某月 醒過來 可以這樣的 只不過太悶了 我經常都這樣做 所以這次 給了一些broken chord 來玩一下 如果差的你就玩四下 就是你當是練 練 chord 這樣練 那你很聰明的 你便可以試試玩一下 那些broken chord 因為 不是首首歌都適合這樣 因為速度 或者是首歌的feel 就不對 那這首是OK 跟著是一樣的 你彈了第一段 後面的東西是完全一樣的 我想 我想 我等 我期待 我 卻沒來 卻不能因此安排 OK 沒什麼特別的難度 是容易彈的 然後難了當然是他的solo 我個人認為 我個人認為 其實玩獨咒的東西 就真的 是看你肯不肯練 音都寫了給你 其實你有熟手歌 是不會練不到的 只要有很浪費時間 練 這一段我也是用了151的一個玩法 或者153 就算是一段 對 就是一段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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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挺容易對的 OK 詳細我再在獨咒的部分 教你 如何看整首歌的 拍子 然後 這段 不是太難了 你做不到的話 就慢慢重複看幾次 然後去到唱的下一段 陰天旁晚 車窗外 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剛才我是照抄 陰天 傍晚 車窗外 未來有一個人 在等待 一模一樣 然後 向左 向右 向前 看 這段音我也有少少改了 BDG 在等待 MELODY 向左 向右 向前看 愛要 怪幾個玩 才來 一樣可以給我一個151 向左 向右 向前看 向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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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副歌的部分 就可以玩一下484 我遇見 水 A D A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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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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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這一段玩了什麼呢? 因為整首歌如果我都只玩一下直音,玩一下chord,都挺悶的 所以這次就給了一些特別的東西給你 不只是直音,我只彈一下 melody 出來 譬如去到我遇見水 然後我就f-sharp,彈一下 melody 然後怎樣的枕字,我還玩 D chord 為什麼呢? ADF-sharp 整個chord玩出來的原因 然後就是 melody B minor 就好像彈的solo 那不同在,只是在D chord下 chord那一刻我彈一個full chord OK,來一次 我遇見水 E minor就沒事了 E minor就是gbd E minor7 我遇見水會有成人的對白 我等得 OK,然後 我等的人,他在多元的未來一模一樣 願他在多元的... 願他在多元的... 抱歉 抱歉 不好意思,看不到 我等得 我等的人,他在多元的未來 好了,這裡很可愛 看到我的黃色highlight點 是有兩個音沒有highlight到的 確實是沒錯 所以我這個,你可以說是食音 或者彈 melody 的玩法 我又不是完全彈完的 你彈完就是這樣 彈完就是這樣 但我就不彈完 變成聽上去你就... 別人又不會覺得你好像在彈 solo 一樣 然後跳過一兩個音 如果你有看我自學套裝的第22課 這個... 教食音那一課 這一課 其實在裡面有說過 食音除了是說 吃第一拍之外 其實你玩得厲害的 你可以吃完後面 可能是四拍 所以這個... D chord這個部分 其實我就是... 用同樣的道理 我就第三四拍吃了它 所以我才可以想到 為什麼中間跳過幾個音 OK 對於我來說,我的概念就是... A minor這個 chord 我就彈了旋律 然後去到D chord這個位 我就是... 吃它三四拍的音 這樣 OK 這個時刻 是我分析給你聽 所以你會覺得很複雜 為什麼你想到這麼複雜的東西呢? 實際上來說 你真的自己做的話 其實你可以靠 feel 的 你靠 feel 完之後 告訴別人 你就有理論的意思 實際上 我編出來的時候 我也是靠 feel 先的 我覺得這樣好聽 我就這樣壓低它 然後我要解釋給你聽 我才會說到什麼 A minor又彈一個 melody D又怎樣吃兩拍 這樣講得很粗 其實我是那個 feel 先的 OK 所以你們真的應用的時候 其實不一定要去到這麼執著 甚至乎你看到我這個版本 你想練習的 當然可以跟足我 否則其實你自己有其他 feel 你可以用你的彈法彈 舉個例子 譬如我去到 chorus 的時候 看看最後一句 看看最後一句 忘了唱這首歌 看看最後一句 想左 想右 想前看 還有怪幾個玩偶才來 譬如我可以這樣 我遇見誰 你會有怎樣的地方 我等的人 接著 這樣也可以的 這個部分我就是 食音食了入去副歌的幾句 這個也很帥 我只吃了這幾下 然後其他我只要彈 chord 就是 我遇見 彈 chord 回饋又成人的對白 一樣好正 一樣好帥 所以變成方法 你覺得適合 feel 就可以用 沒有一個絕對的 甚至乎 當然這首歌 真的完整一首歌這樣彈 他會唱兩次的 我可以第一次用我這個方法 第二次就用我 第一次用我剛才教你的方法 第二次就用我剛剛的方法 那其實是很帥的 那整首歌聽到他就很酷 OK 這個是可以留意一下的 那 來一次先 去到副歌 再一次 我遇見誰 你遇怎樣的對白 我等的人 他在多人的未來 我遇見誰 我遇見誰 這裡要弄好 chord 不好意思 我聽見風 我拿著愛的好馬牌 這個位置 他後面因為有很多chord 所以我就沒有玩那麼多東西 喜歡的也是可以 吃回我的船 OK 或者你想直接一點 我想敷一些 因為他會爆chord 這邊 GCDG ADF sharp A 你看到全部是正 chord 除了C chord 是SUS II之外 然後是BDG ADF sharp G BDG ADF sharp OK 我聽見風 乃自地鐵和人海 我排著隊 拿著愛的好馬牌 OK 首歌本身完結 好像是A flat 現在玩G 很高 這就是副歌的部分 我們想斷離一次 我遇見誰 會有這樣的對白 我等的人 他在多人的未來 我聽見風 乃自地鐵和人海 我排著隊 拿著愛的好馬牌 這就是一個副歌 之後好像還有一段Solo 我沒有抱 就這樣彈一下 我突然想起 C chord D chord D chord 然後轉了K E flat Bb E flat D chord 接著轉了 OK這一首就是 孫燕之的遇見 喜歡的角落 訂閱我的頻道 到Facebook都可以有兴趣 可以靠我的字 套壮的 好 今天要教的是 《炫焰智的遇见》 这首歌本身它的原调是A flat key 今天教的是G key 降了半度 男生也可以唱到 我先来看一下它的前奏部分 第一句 很简单的一句 然后左手 左手你可以给我一个151 也可以是153 都没关系 153会比较好听 但是如果你的技巧不好的话 你可以用151也可以 然后D based on F sharp F sharp D F sharp 然后E minor E B E E 这个E minor呢 我做了一些变化 就是我做了一个 E 5 E 2 3 看一次 像这样 像这样 比较好听 然后 C G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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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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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样 很好听的一句 然后如果你可以听一下分别 你可以分别一下 就是151跟153的分别 我给你一个153 然后再来一个151 OK 有个人发现其实听起来没有很大的分别 但是它的分别就是153 因为它153有了一个三音 因为三音就是它的major 大调跟小调的一个分别 如果你弹151的时候 比方说G 151 其实你可以说它是G minor G小调 也可以说它是G大调 G major 但是如果我做了一个分解和弦是153 它就一定是G major 因为G minor就是像这样 所以如果你弹153的话 其实听起来它的音色会比较顺一点 比较肯定一点 肯定它是major的感觉 所以我会选择做153 但是如果你技巧不好的话 可以用151也没关系 然后下一句 这一句呢 如果你只弹单音的话 其实没有很大的困难 但在我的示范里面 我没有做单音 我做了一个整句的和弦 像这样 所以看起来很复杂 但是你一定要像这样才会好听 OK 第一句 左手 现在左手 我做了一个弦 很简单 我真的做了一个151 然后D BATON FK 其实它和弦跟前面的没有分别 都一样 然后E minor 然后D 然后Z 然后D OK 左手没有复杂 右手非常复杂 第一句 B 我做了一个D 我做了一个D B 然后同一样的手型 再加一个D 音 然后F Sharp A E 然后同一个手型 加起来 OK 挺复杂的 然后 E minor B D F 然后同一个手型 G 然后D chord A D A 同一个手型 然后Z B EB G 然后D 非常 非常复杂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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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 OK 如果弹音的话 会像这样 很弹调的感觉 OK 然后如果整句都是和弦的话 所以会发现 我常常会说 如果你想弹 独咒 甘情独咒 弹得丰富的话 其实你一定要懂一些伴奏的技巧 很多时候 如果你弹独咒的时候 你会以为你的右手只做这个旋律而已 比方说你会像这样 然后左手负责和弦的部分 右手负责旋律的部分 其实不是这样 如果我想弹的丰富一些的话 其实我双手也会做旋律 像这样 像这样 你会发现整句我都用了和弦的方法去把它的独咒弹出来 所以如果你想独咒弹得好 一定要先练习伴奏 OK 好 然后 已经吃七分钟了 然后第一句唱的部分 唱的部分其实很简单 就是它的独咒困难而已 第一句G和弦 左手E5T 右手DG B 听见 然后我现在说我玩和弦的部分 D Base on F sharp 右手D F sharp A 的离开 E minor B D G 听见 冬天 的离开 OK 我在 G C E 某年某月 AD F sharp 醒过来 像这样 然后你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 试拍 听见 冬天 二点离开 我在某年某月 醒过来 像这样 最简单的方法 然后如果你想做多一点变化的话 你可以给我一些分解和弦 左手 听见 冬天 的未来 像这样 像这样 向前就一样 OK 听见 冬天 的离开 我在某年某月 醒过来 然后一样 我想 我的 我期待 我的歌不能因此安排 像这样 OK 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就是试拍 然后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分解和弦 好 然后呢 中断这句 好 这句呢 没有很复杂 然后左手给我一个153 就这样 然后重复 同样的东西 陰天 傍晚 车窗外 未来 有一个人 在等待 相左 向左 向右 向前 看 爱 要 几个 晚 后 才来 这首歌我比较喜欢用分解和弦的方法 然后副歌的部分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最简单可以像这样 试拍试拍 但呢我做了一些变化比较好听一点 像这样 我遇见谁 sorry 我遇见谁 有一点旋律的感觉 是不是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我们的人 那在多人的未来 像这样 我弹的一些旋律 旋律我弹的就是这一句 会有怎样的对白 诶 走音呢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和这个 人他在多人的未来 我弹的两句的旋律 加起来就是 我遇见 和弦 水 GCDG 然后旋律 会有 然后D 加 这里 这样的整 我做了一个 和弦 加旋律 就是 A D F 所以听起来就是 我遇见 和弦 水 然后旋律 会有 然后旋律加和弦 很复杂 然后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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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律 如果我不说话 听一次 再一次 再一次 然后旋律 E 然后旋律 gbd 再一次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互相的 ok 然后我等等 同一样的道理 同一样的理论 然后g7bdf 这样的一个方法你会发现听起来会更丰富 因为如果我不用不做一些变化的话 其实整首歌里听起来就是4π4π 然后分解和弦分解和弦 然后你会发现没有起伏的感觉 没有起伏感 但现在不同了 因为我开头做了一个分解和弦 然后来到副歌的部分我做了一些变化 就是旋律的弹奏 我加起来会很有起伏感 像 相桌 相右 相前看 爱要怪奇的王后再来 然后 我遇见水灰水灰水灰有怎样的对白 我等的人他在个人的未来 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 我排却对了却爱的好马牌 OK 听起来会发现丰富一点 OK 然后后面也一样了 我听见风 这里这一距离会发现它有非常多的和弦 所以你可以不做旋律 就直接把它的和弦弹出来就可以了 比方说 C 我听见风 乃至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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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 地铁和人 好高音 爱 然后 很多和弦 一个小节四个和弦 每一拍一个 那热爱的好马牌 但是它的弹法都一样 它的手型都差不多 留意一下我的右手 我听见风乃至地铁和人海 我排却对 那热爱的好马牌 就这样 我听见风 我听见风乃至地铁和人海 我排却对 那热爱的好马牌 OK 然后后面有一句 小小的中段的solo 好像像这样 然后装掉 然后再回来 然后再回来 OK 它的第一个和弦 然后C和弦 然后D和弦 然后D和弦 然后C和弦 D和弦 然后E flat major 然后B major 然后B major B flat major 然后再回到E flat 然后D 然后D OK 然后重复 同一样东西 OK 这就是今天要讲的 顺恩 顺燕姿的预见 然后D和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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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D和弦